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发掘了王家卫 投资了阿非正传 望角卡门 成为帮派大佬 还救过赌王四太梁安琪的命 邓光荣的一生已经是传奇二字不足以概括 1946年 邓光荣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 父亲早年有江湖背景 曾是鸿门志工堂的堂主 颇有威望 邓光荣长相英俊 中学时已经有185的身高 是名副其实的校草 走到哪里都是万众瞩目 但邓光荣性格暴躁 喜欢结交朋友 还经常打架斗殴 也是校园里的风云人物 小小年纪就有大哥做派 邓光荣17岁时被同学推荐拍摄电影《学生王子》 正式踏入娱乐圈 邓光荣也成为名副其实的学生王子 拍摄了不少青春题材的影视作品 但邓光荣并不在意少女的追捧 依然一副江湖做派 他与沈殿侠 谢贤等六人成立银色鼠队 经常互相扶持 结伴灯台演出 邓光荣在娱乐圈一路顺风顺水 也少不了贵人的提携 他的贵人就是刘荣居 刘荣居早年曾是邓光荣父亲的部下 后来与澳门赌船之父 叶寿一起成立联工月 并一直做老大 刘荣居看着邓光荣长大 对他十分赏识 那时的娱乐圈大部分资源掌握在黑帮手中 邓光荣背靠联工乐 自然顺随不少 而刘荣居不仅给邓光荣带来了事业上的便利 还给他带来了顶级人脉 那时刘荣居和霍英东 和鸿燊都是好友 黑白通吃 人脉通达 在他的引荐下 邓光荣也和这些大佬搭上了线 刘荣居赏识邓光荣的意气和果断 自己在澳门还有许多生意 想让他来接手香港联工乐 于是便把邓光荣拉入联工乐 并让他开始处理帮派事务 年纪轻轻的邓光荣 两人成为联工乐二把手 到了八十年代 刘荣居完全回到澳门 和夜寿称霸博彩业 路上 海上的赌厅都是他们的天地 两人赚得盆满钵满 他们成为邓光荣背后的金主 邓光荣十分享受做大哥的滋味 同时还看中了香港电影 类似在李小龙的带动下 这是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 1977年 邓光荣和兄弟邓光昼 成立了大容电影公司 在强大的江湖背景和资金支持下 大举进军电影界 香港娱乐圈的势力错综复杂 不少帮派都在背后暗中把握着资源 这也包括当时的新义安 新义安曾一度发展为香港最大的江湖帮派 1987年 向华强兄弟成立永胜电影公司 背靠新义安 实力雄厚 是香港娱乐圈说一不二的大佬 永胜公司气焰十分嚣张 他们看中的剧本和演员 无人敢抢 也无人敢拒绝 据说当时他们看中了周润发 想让他做电影的男主角 但邓光荣也在准备和周润发合作 周润发更想合作邓光荣 便去求这个大容哥去搞定像是兄弟 周润发曾与邓光荣合作过 他深知邓光荣的江湖背景与实力 也很敬仰他的为人 若不是对方有新义安的背景 他万万不敢麻烦大容哥 邓光荣向来讲义气 周润发来求自己肯定会帮忙 对于别人避之不及的新义安 他完全不放在眼里 他直接约像是兄弟 在一个酒店见面 双方见面后 彼此都没把对方放在眼里 却是论实力双方不相上下 最终不欢而散 然而几天后 新义安老大向华言 几几名兄弟 就被一些原因收监 永胜公司也迅速认怂 找邓光荣言和 这背后的原因不言而喻 邓光荣背后 刘荣居背景深不可测 他的叔叔 曾经是香港警界的最高级别 联工乐虽然没有新义安势力庞大 但人脉却十分深厚 于1987年 周润发与邓光荣 一起合拍了江湖龙虎斗 永胜公司和大荣公司 也由敌对转为合作 两年后 邓光荣促成了周润发 和向氏兄弟的合作 并因赌神一炮而红 而大荣公司 也因为投资制作望角卡门 而票房口碑双丰收 邓光荣向来为人仗义 但有时也因为脾气火爆 而引来非议 邓光荣的结拜妹妹沈殿霞去世时 她最为代表上台致辞 邓光荣当着所有人的面 指责前夫郑少秋 对不起沈殿霞和女儿郑心仪 并且让郑少秋上台做承诺 虽然很多人也能理解 邓光荣的性格和初衷 但一时间场面十分尴尬 在尸骨未寒的葬礼上 未免有些难看 虽然邓光荣的作风 多少有些江湖气 但她却发掘了传奇导演王家卫 当时王家卫不够商业化的风格 并没有得到认可 而且王家卫的剧本写作太慢 跟不上快节奏的香港电影制作 只有邓光荣坚持使用王家卫 并投资四千万 帮她筹拍阿飞正传 这部文艺片叫好 却不叫做 让邓光荣血本无归 幸好展会了不少国内外大奖 弥补了一点缺憾 虽然邓光荣一生出演了65部电影 其中不少大哥形象 但观众对他并没有太多印象 反倒是江湖上的大哥 做到了深入人心 邓光荣统领香港联公乐时期 一直想做一件大事 就是一桶莲子头 莲公乐来源于邓光荣父亲的 鸿门志公堂 进入香港后盘去港口 但势力松散 所有链子头帮派中 以邓光荣的联公乐 和墨氏旧的东联社实力最强 而墨氏旧更加不可一世 被靠内地湖南帮的背景 曾号称 要把香港帮派一个个挑落 而墨氏旧在娱乐圈 也颇有人脉 他拿下了内地演唱会市场 与许多歌手都有交情 邓光荣和墨氏旧 两人的实力相当 资源互补 又有着同门背景 两人一拍集合 在邓光荣和墨氏旧的联手下 联合其他链子头帮派 成立了江湖同盟军 鼎盛十七与新一安 十四K和盛和等老牌帮派 不相上下 但同盟军 毕竟是个拼凑的组合 与其他纪律严明 等级森严的帮派不同 只能成就一时辉煌 实则是个松散的同盟 那时正值香港即将回归 邓光荣高瞻远瞩 看到时局变化 知道帮派不是长久之计 1992年 邓光荣便开始抽身退出 帮派事务和电影公司 都不再打理 刘荣居却放心不下 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人才 将他叫到澳门 帮何鸿燊看赌场 何鸿燊十分欣赏邓光荣的才干 安排他负责 自己东南亚的赌厅 不久后 四太梁安琪 去菲律宾视察赌厅经营情况 邓光荣亲自作陪 梁安琪对赌厅的安排十分满意 难得从澳门出来 并让邓光荣陪他在附近走走 然而就在梁安琪满怀兴致的 在街头游玩时 却遭遇了不测 一个小混混 见到珠光宝气的梁安琪 立马将他紧住 并把刀 夹在他脖子上 邓光荣并不慌张 随手掏出大把美元 扔在地上 一心劫财的小混混 立马跪地捡钱 邓光荣一脚将刀踢飞 并把梁安琪救了过来 身后的保安 立即赶到将小混混制服 从小混江湖的邓光荣 一眼就看出这个小混混 是狗急跳墙 急需用钱的人 对梁安琪并没有歹意 而在菲律宾这种地方 邓光荣也经常把大把现金 放在身上 以备不时之需 经过此事后 梁安琪十分赏识邓光荣 并将他调回澳门 还将一个贵宾厅 分配给他打理 起初邓光荣的贵宾厅 还打理得有声有色 还通过自己的人脉 找来大批内地负商 然而很快 自己找来的内地负商 很快就不来了 邓光荣调查之后 发现原来他们 被和尚和大佬 上海仔截胡了 上海仔通过高拥利诱 将这些负商 引到了自己的贵宾厅 同时江湖大佬的邓光荣 也不怕上海仔 怒气冲冲地找上门去 尽管证据确凿 上海仔却不承认 并推托给自己手下的点马仔 让邓光荣先回去 三天内肯定给他回复 然而两天后 邓光荣在晨练时 却遭到了三个蒙面人的 持刀袭击 幸好邓光荣从小打架 也热爱武术 反应迅速 反将三个人拿下 邓光荣顺藤摸瓜 找出背后主使上海仔 这次丢人丢面的上海仔 也懂江湖规矩 不仅赔了医药费 还将抢客户的钱 如数奉还 邓光荣没有不依不饶 放过了上海仔 但他也已经无心处理江湖事 只想享受天伦之乐 不久后 邓光荣便把贵宾厅 交给朋友打理 自己回到香港陪伴老人 2011年 65岁的邓光荣 在午睡中去世 一代江湖大哥 归于尘土 邓光荣的传奇人生 更是香港独特的时代印记 一生仗义的他 经常为朋友出头 也保护了许多晚辈 但大哥身后 自然也有不少非议 幸好邓光荣及时回头 告别娱乐圈和帮派 也不许女儿染指娱乐圈 江湖半生后 享受了多年的家庭幸福 才对得起一生 威猛善良的称号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大家还想看谁的故事呢 记得在评论区告诉我们 别忘了动动手指 点击订阅 点赞分享哦 我们下期更精彩 拜拜